一场庙会没有悲观就补热闹 我从小跟着家人参与出镇 而且身旁的亲戚朋友也经常接触庙会活动 长大后越来越少接触传统迷俗记忆活动 小时候的记忆因为时间的推进渐渐的淡去 因缘机会下认识到了推广悲观活动的简福路老师 看起小时候的回忆 但与同学的对话中 发现现在年轻人很少用包容的态度对待这份文化 因此兴起我们制作这个题目的念头 在这次专题制作过程中 我担任的是访谈与制片的角色 我们利用了专题制作课程中 所学习到的研究步骤及方法完成这个制作 在这次的专题制作过程中 经由与历史老师的对话 还有服务老师的访谈 以及真实的参与了 北馆推广中的出镇活动 让我更加的了解到了 北馆的文化以及传统 在每次的天野调查与拍摄过程中 我学习到了许多庙会的知识 以及拍摄的技巧 虽然我是表演艺术组的 从没有接触过相机 H6等等的器材 但藉由这次的合作机会 让我更加的了解到了 原来这些技巧各有各的作用与名称 虽然过程中遇到了许多的困难 但老师以及普玄社的团人们 会一起跟我们解决问题 所以团队合作真的很重要 我学的是音乐 在这次的专题报告中 担任这个收集工作照 还有收集资料的一个工作 我国中的时候是在网路上 看到有人在吹唆呐 觉得这个很厉害 所以开启了我学唆呐的这个奇迹 我原本学的是国乐的唆呐 但是在这次的专题报告过程当中 跟随着他们一起去参加出证 还有各类的拍摄活动 了解到了国乐跟北馆之间的不同之处 还有他们的历史特色等等的东西 所以也让我对北馆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计划书的制作上 总是会遇到字体不正确 航距不整齐 等等的图发问题 后来藉由影像图文编辑的课程中 所学的方法和技巧顺利的解决这个问题 至于基础摄影的课程学习 让我每次的拍摄和镜位都能够拍到 有着许多人无法亲眼看到的画面和素材 整体画面时发现了影片的色调不同 后来用Adobe Premiere Pro调色解决 我本身对北馆的眼光是反感的 不过进入这个团队时 跟拍绕镜和反盘的经验下 更了解更多传统戏曲的变化 在这次跟拍普玄社 以及后置其中 我学到表达 以及沟通的重要性 在跟拍时 因为路线的不熟悉 而跟丢 在剪辑时 因为不太会调色 和影片纠缎感上的问题 也花了不少时间在请教老师上 但在这次专题制作中 我有学习到团队合作 以及团队向心力的重要性 从这次经验中 我们体会到了 访问不是追求一个答案 而是让受访者 说出叙事的观点 我们尝试以年轻人的角度 用纪录片的方式 让大家看见 有一群人正在为了传统文化 默默的耕耘努力 把真实的素材 用创意的手法处理 让观众体会到 传承的重要性 也体会到这个课程中 老师所说的 学习如何学习的精神